马英九走了 412又到了 马英九此次大陆之行 所到之处除了祭祖之外 都是曾经的中华民国的故地 救治 那么马英九还去了上海 我觉得马英九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 历临上海的时候 应该去看一看龙华烈士林园 去看一看他这个曾经的反动的政党 在将近一百年前 背叛革命之时 那一次杰作 他应该去龙华 那曾经是国民党的松户警备司令部的旧址啊 一样是民国旧旧地 一样可以游览一番 纪念一番 在龙华烈士林园 就在松户警备司令部那个旧址呢 从一九二七年 到一九三七年 先后关押了 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近九千多各界人士 其中有八百多人在此或枪杀或刀砍被杀害 那么其中就包括 还有陈延年 陈桥年 罗一农 赵世言 澎湃 杨音 等等共产党人 还有 后来的 赫赫有名的 龙华二十四烈士 其中包括 林玉南 林彪的 二堂兄 马英九 应该去龙华烈士里面去看一看 那里 有陈氏兄弟 有瞿秋白 有蔡和森 有林玉南 有邓钟夏 有罗一农 有澎湃 有韵黛英 有张泰 有李汉俊 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遗骨 和他们的墓碑 我觉得马英九 要是到了上海 去了龙华六十年 我觉得 共产党的统战 才值得我们 为他点赞 那么今天 又是 四月十二号 每一个有点 共产党人 血脉基因的人 都不可能忘记 这个日子 当年国民党称他为东南清党 那么共产党称他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是国民党清党的标志性的事件 蒋介石 白承喜挂帅 率领着国民党内的右派党员 在上海青帮的协助和配合下 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 有的甚至是当街处决 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的国民党左派 一时之间 上海灿血雨腥风 无数人头落地 紧随气候 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国民党的 这个背叛了革命的 这个反动政党的屠刀和枪口 倒下去 到后来的7.15 凝汉河流 数万共产党人 抛了头颅 洒了热血 轰轰烈烈的 那场大革命 归于失败 那么现在回头看一看 当年 那场 政变 是怎么来的 我们结合着 海悠海先生的 《重途毛泽东》里面 关于4.12政变 和其中国民党元老们扮演的决策 我们展开 我们今天的话题 1927年的2月 就在北伐战争 节节胜利 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那场大革命 节节胜利的行事之下 那么国民党四大元老 蔡元培 李时增 吴志辉 张晋江 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 做出了 亲党 分共的党模案 3月28号 蔡元培 在上海主持召开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 在会上 吴志辉 提出发动 护党救国运动 四天以后 4月2号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召开 全体会议 参加者包括蔡元培 包括李宗仁 包括白崇喜 黄少红 李继生 张晋江 吴志辉 李时增 包括蒋介石 然后在上海会议中 提出检举 共产党连接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 同有谋判证据 吴志辉 成文控告中国共产党 企图夺取革命政权 说这个 这个苏联人阴谋 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殖民地 那么当时 这个 李继生等人 都发言赞同 吴志辉和蔡元培 他们的首唱 职内首 那么 这次会议就定立了清党原则 组建了清党委员会 四一二访革命政变的准备工作 一部分准备工作 就此开始 那么 蔡元培 李时增 吴志辉 张晋江 这些个赫赫有名的民国大佬 他们 就成为了 为四一二访兵政变背书的人 还有海先生说 更加可悲的是这些以兼容并包 矮然 长者 留名后世的人 其实呢 也就是主张杀了他们自己昔日的同事 朋友 陈独秀 和李大钊的人 就是支持 蒋介石 屠杀 中国青年的人 他们不仅为 四一二访命政变背了书 他们后来甚至还出手 亲自去杀人 比如吴志辉 那么 还有海先生认为 正是对于人民的恐惧 导致了暴政 由此 中国的历史 就这样再次陷入了悲剧性的循环 那么温情默默的曾经的师生关系 道貌岸然的学术嘴脸 也就这样被兼容并包的矮然长者们一把扯了下来 而代替启蒙神话的是血淋淋的阶级关系 和阶级斗争 面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 你看 兼容并包 蔡元培 他就不兼容 他也不包容 他要杀人了 他立储国民党杀人 他为 他们 这些矮然长者 为 国民党杀人去背书 去背书 那么 老师杀学生 校长 杀教师 鲁迅说 当他看到图书告密 诸官捕仁的 是道貌二人的矮然长者的时候 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心从此就破产了 就破产了 从1927年的4月12号开始 在上海 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三天 说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写烈烈的葬礼 而仅仅 几个月之后 1927年的12月1号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他们基督教式的婚礼 最近我看欧洲金学小朋友也写了 蒋送之列 包括蒋送之列在内的蒋介石的情史 我还看到有的朋友也写了 这两天 昨天我看到 也写了蒋介石的情史 然后 这个 给大家讲了讲所谓的 这个美龄宫的事 说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 通过这次政治联姻 蒋介石投入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而蔡元培 在这一天 充当了这场盛大婚礼的正婚人 我相信蔡元培 这一蒋介石的情史也是一情二楚吧 但是 他依旧做了蒋介石这场婚礼的正婚人 他应该算作清党的功臣 从此以后他便坐稳了国民党元老的位置 站稳了他的阶级地位 说教生校长太沉重 北京大学的前校长和黄埔军校的校长 就是这样一唱一和的走到了一起 以流氓青红帮起家的蒋介石 组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所谓的神圣的队伍 他得到了绅士阶级们的欢呼 和拥护整个中国 在刺刀下鸦雀无声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 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积极监会 与帝国主义土豪列生勾结起来 背叛革命 屠杀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 1942年毛主席在中央党校 在延安中央党校演讲的时候发感慨 他说枪是可以杀人的 我们党明白这个道理 付出了许多血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412这一天开始 懂得了枪是可以杀人的这个道理的 国共合作从412开始彻底就破裂了 蒋介石率先宣判中国共产党人 是他的阶级敌人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 鲁迅沉痛的说 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 而被杀的尽都是书生 他们所犯的罪 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 宣传了某种学说 一向不闻国事的中国工农大众 正是从反动派的屠杀中 见识了什么是政治 而毛泽东 从血光火光 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 他因此认识到了一个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方才我们说 就这些矮人长者 他们不仅为412法灭政变背了书 他们甚至还亲自去杀人 杀自己的同事 杀自己的下属 杀自己的学生 比如说 比如说 陈延年之死 陈延年 那是上一个世纪的90后 陈独秀的长子 吴志辉 就是一起为国民党412政变背书的四大元老之一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志辉 曾经 是陈延年的恩师 陈延年 上个世纪的90后 那个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面 那是两眼 闪烁着光明的那一代 上个世纪的一代青年 受他爸爸的影响 也 目睹了那黑暗的中国 历史追求救国的真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和他那一代人 包括我们最近在讲毛泽东大传的时候 就像毛主席他们 一度也都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的 而陈延年 当时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应该说是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人 一度 而当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一二十年代那个时候 吴志辉 是当时中国社会有名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 吴志辉和陈徒秀一起在北大 作为同侪 同事 多年 吴志辉和陈徒秀 陈吴两家应该说是市交 因为这样的父辈的背景 也因为思想上的认同 陈延年 那个时候 这个 这个 和吴志辉 那真的就是望年之交一样 师生之义 而陈延年 财思敏捷 聪明过人 吴志辉一度是非常非常器重 甚至是非常喜爱陈延年的 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但是后来 1919年 陈氏兄弟和蔡特森他们一起 我都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那么从此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最后抛弃了吴志辉的主义的信仰 那在思想上和他曾经的恩师 吴志辉就彻底的决裂 也从此就被他曾经的恩师 视为异类异端 逼出之后快 那么 陈延年后来412之后被捕了 现在还有人在为 这个 陈延年之死 为这个吴志辉 为这个胡适洗地 尤其是为胡适洗地 把胡适给摘出去了 因为有一种说法 陈延年被抓之后呢 隐姓埋名 没报出自己的真姓名 然后呢 可能大有出来的希望 这个 这个时候 为了营救他 这个东亚 当时上海人家 东亚书局 那个老板 就去救这个 因为陈延年把信写给他了 说给他准备掌件衣服 说我是工人 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很快就把我放出去 天冷了 给我送你几件衣服来 他就去救他去 听说他 有一种说法是他找到了胡适 胡适 知道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之后 就把这个事 就告诉吴志辉 吴志辉就 向当局做了告发 最后陈延年 才慷慨就义 那么现在有种说法呢 说把胡适摘得一干二净 说胡适不可能 比如说 背景啊 和胡适在这个事件过程中 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把胡适摘得一干二净 但是这个吴志辉似乎是很难摘 很难摘 吴志辉 白纸黑字 有当年的申报 在陈延年就义的第二天 申报上白纸黑字为正 无论是怎么告发的 无论是怎么中间经过了谁之口 怎么过程 我们可以略去 我们只是齐文共欣赏 你看看陈延年 自己的爱徒 学生 就义的第二天 他曾经恩师吴志辉 就是在申报上发表的 这个他恩师的这个 这个吴志辉 给这个上海警卫司令 杨虎的 杨孝天的那封信 是怎么写的 全文啊 吴志辉的这封信 孝天先生指示 今日文尊处 捕获陈秀 陈都秀之子炎年 这早前以前 先说他被抓了 然后吴志辉不就 给这杨虎就写了这封信 今日文尊处 捕获陈都秀之子炎年 欺人发声额下 绝壮极陋 不绝称快 高兴的不得了 先生真天人 他竟然给杨思令称 赞杨思令为天人 他接着写 如此之巨对 如此之巨对 对巨对 就大祸害 那个大祸害 大恶人 如此之巨对 就胆 配合之之 陈延年之 四智四恶 就 靠着自己聪明 然后拿到 作恶作端 士智 这个四恶 过于欺负百倍 就是陈延年比他爸 孩子要恶一百倍 所有今日共党之巨头 若李立三 若蔡赫孙 蔡赫孙就是蔡元培 若李立三 若蔡赫孙 若罗亦农 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 就说李立三 那蔡赫孙 罗亦农 他们最后成了共产党 都受陈延年在法国影响造成 这是吴志辉 如此这样 这个说陈延年 说比在中国之势力地位 说陈延年在中国之势力地位 孔与欺负相类 跟他爸爸差不多 说跟他爸爸差不多 跟陈东秀差不多 相类 孔与欺负相类 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 有属恶中之恶 有属恶中之恶 上海比党失之 必如失忆长城 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党 要是失去这个陈延年的话 就等于共产党失去一座长城一本 故此人审判 一定必当宣布罪状 民政典型 足以韩通国共党之胆 是反护 以匆促未能奉业 仅持贺大成功 第吴敬 好 不智慧 吴敬 给杨四人都称弟 第吴敬 这就是陈延年曾经的恩师 在得知了陈延年被抓之后 欢呼缺悦状 和不杀陈延年 不罪 卸切齿之恨 这不是悦然纸上吗 上海申报 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陈延年英勇就义的第二天 白纸黑字的发表了吴志辉的曾经的信函 吴志辉在陈延年从被捕到被害过程中扮演的这个肮脏龌 吴志辉不设的这个角色 这个画像 公之一众 告知天下 那么有了这等 舍息之独般的这个恩师 国民党的元老们 在后面的催促 最后就有了陈延年的慷慨就义 陈延年 就在龙华就义了 压到了刑场 让他跪 坚决不跪 坚决不跪 高声大喊 革命者光明磊落 誓死如归 只有站着死 绝不跪去 最后贵子爽一拥而上 二十九岁的陈延年 竟被乱刀砍死 今有四一二 还是这句话 每一个有着共产党人血脉和基因的人 都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都要在这个日子 祭奠一下 纪念一下 我们的先日 知道我们是从哪来的 共产党不是喊 不忘初心吗 好吧 我们希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真正的 不忘初心 在四一二这一天 也能静下三分钟来 想一想 你们 是从哪来的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事业 是从哪来的 然后 反省一下 自身 看看 我们今天所做 是否 是这个党曾经的初心 是否是 包括陈延连在那样的 无数的 中国共产党的先烈们 他们当年舍生忘死 慷慨 复死时候的 对未来中国的憧憬 不要让先烈们 死不明目 看着 他们的后人 如何的 成为叛徒 并且向着 他们 誓死要推翻的 那个旧制度 飞奔的 谢谢大家